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你们都盯上了 怎么还让他砸我车呀 他不动手 我们凭什么抓他呀 这人到底谁呀 干吗老跟我车过不去呀 作案动机不清楚 是个女的 女的 就是里面那个女的 周莉莉 你们认识吗 她是我前任 前妻 不是 工作上的前任 我接下来她的工作 那你抢人家犯网了 没有 是她自己辞职的 我们出去说吧 吴队 这个事怎么处理啊 我们已经报案了 已经报案了 已经报案了 小吴 张队 怎么回事 这个人的车被砸了 然后作案的人跟他以前是同一个单位的 工作中有点小摩擦 所以就砸了他的车 所以知道吗 还好 碎了点玻璃 警察同志 那这里面有点误会 我之前不知道那个人是我同事 是 你看能不能就别立案了 我们私聊 你叫周莉莉吧 你砸的是你同事赵平凡的车吧 你现在在外面 和赵平凡协商解决处理这件事 周莉莉 周莉莉 你干吗老跟我车过不去啊 上次是喷鸡 这次是砸玻璃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得动手啊 跟你说 跟你说有用吗 哥 我听说你那车又被人给砸了 谁砸的人抓着没啊 我砸的 怎么了 我同事 你们俩先聊 先聊 我先回去了 赵平凡 你别跟我装了 你当初答应我的 在俞总面前帮我求情 你帮我求了吗 我这一天天等着 你帮我当傻子呢 你说要玩呢 就因为我们帮你在俞总面前求情 所以你砸我车是吗 对 没错 你当初答应我的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道歉的话 当面说比较有诚意啊 反正我不管 你们答应我的事情没做到 我就砸你车 怎么了 我给你的材料你看了吗 云江签计那个项目 当年你也参与了 有什么问题啊 什么叫我参与了 那个项目根本跟我没关系 可是现在别人栽在你头上了 说你和胡强上下其手 挪用了通达公司的 真地补偿款 谁啊 谁说的 我当时根本不认识胡强 而且那个项目是月 对 我知道了 是幸运的在咬我对不对 我为什么给你看那么重要的东西 周莉莉 砸车的事我可以不跟你提交 但是这个事 你必须要查清楚 就算是为了你自己 你心事的 哥 我就是想明白 嗯 这个周莉莉跟你是死对头啊 你看 他骂你 砸你车 还给你车上喷漆 你咋对他还乐不喝的呢 咱们是男人 不能跟女人一般见识 那姓陆的那姑娘不是女的吗 你怎么跟她吵架的时候 吃个早饭哪来那么多话 是 可是你把咱的底头透给了周莉莉 万一她哪天报复你怎么办 她不会 这岳主任 是公司的高管 根深夜貌 以我现在的身份和能力 还动不了她 但是周莉莉她就不一样了 不懂吧 不懂 多吃点 补充银一海 嗯 好 喂 说话啊 我说话惯了啊 岳主任 是我啊 朱莉莉 真伤心啊 我前脚刚走 以后脚就把我电话给删了 莉莉啊 真不好意思啊 我那个电话丢了 刚换了一个 那个 怎么着 你找我有事啊 有事啊 你在哪儿呢 我找你一趟方便吗 哎呦 还真是不巧啊 我现在开会呢 回头我给你打过去好吗 开会 我怎么盯着 您像是在外边呢 我是县炒会县炒工地的 哎 这么着吧 回头我给你打过去啊 怎么啦 任何人 赵平凡 看来我还真是看错你了 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我好心好心地对你好 可是你呢 恩将仇报到达一盘 岳主任 我真的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还有我装是不是 今天上午周莉莉已经找我了 他说我栽账陷害他呢 张平凡 是不是你搞砸的 本来浦江那事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就是看着你可怜 才想帮帮你 可是你呢 反过来还算计我 还带着一个 被公司开除了一个奸细 岳主任 您真的误会我了 如果我和周莉莉串通好 他干吗还去找您理论呢 再说了 我肯定得拦着他呀 以免打草惊蛇不是吗 如果真像您所说的 浦江的项目 是周莉莉和胡祥在捣鬼 那他知道我在调查他 也不足为怪 他在您面前胡搅蛮缠 大概 是想搅一搅这趟浑水 见离见离我们之间的关系 您可千万要小心啊 行了就来了 我也不想跟你废那么多话了 我就问你一句 下边的事怎么办 什么事啊 前面我跟你说的 慈善捐助的事 如果可以 当然是好事啊 但是岳主任 这是两把事 身为海运公司的员工 我有责任 将公司挖墙角 吃里扒外的家伙抓出来 公之于众 邱嫣 你来了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我现在对你的做法 表示很不理解 陆安娜难道你这么快 就忘了吗 好 那你结你的婚 我要离开这里 邱嫣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婚礼上得不到你的祝福 我会很难过的 我一点都看不出你难过 我只看到一个满脸写着幸福 为了金钱美色 违背诺言的父亲汉 邱嫣你是我的朋友 为什么你总替别人说话呀 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羞愧 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 你现在不能离开 如果你要离开的话 你必须得经过金律师的同意 我马上就要走 不然我就 我就告诉你们非法聚见 我现在就报警 我现在就报警 我去找金律师 听见了 邱嫣 邱嫣 这件事你办得非常不好 到现在为止 可没有查出那个姑娘的身份来 听她的语气 她应该是少爷中国爱人的朋友 看来志军也不希望她留在这里 她待在这儿会对我们有影响 让她走吧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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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少爷 警秀一下空调 哦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那么久才来啊 公司忙走不开 你去找叶水吧 对啊 你怎么知道 你去找她 她当然来找我了 活该 我就是故意的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做 我是在帮你 屁我们着 可她现在在栽赃你 那要怎么样 反正我也回不去公司了 黑锅已经备了 也不在乎多个一个两个 你真的不想回公司了吗 其实你可以将功赎罪的 将功赎罪 你觉得余总会让我回公司吗 再说了 就算我回了公司 怎么面对以前的同事 你这算是自暴自弃吗 其实你没必要背负这些骂名 你只要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话就行了 这文件我看过了 里边有问题的时间和项目 数目我已经标出来了 你拿回去看看 好 你不应该是 你不应该是 我现在是 那是 我已经知道 你不应该是 你不应该是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 你不应该是 举报信 举报谁的 它举报咱们公司内部有人 而且是签证到周莉莉和胡乡公司的事 怎么没完啦 我也是刚刚收到的邮件 应该您同事也收到了吧 有时间您看一下 行行行 不过我家里最近有点忙 你先处理吧 对了 赵彬凡在公司吗 应该在 那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算算算 我直接给他打吧 好 老公你的妹和中国姑娘走了 是的 她是干什么的 她以前在吉隆坡的一个商店工作 我得病了 她就辞职了来照顾我 她跟你那个中国女朋友是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她喜欢你 不然 不会对你要结婚有那么大的反应 而且后天你的婚礼她都不参加 也许吧 她没有表达过 这种女人会把感情埋得很深 她不会向你表达 她会在一边注意你一辈子 坐 坐吧 谢谢你爸 谢什么 前段时间为了给我治病 您日夜操劳 辛苦了 谁让你是我儿子呢 正因为我是您的儿子 所以我更加觉得惭愧 你就要结婚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会成为清华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在为你铺路 你之后 要逐步地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了 爸 可是 我对做生意实在是不感兴趣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其中一定比较 statistics 其实我跟你说 我记得 你快点好 这都一体还如何 行吗 你都快什么 他们要做 Hidden 还有没有 come 婚姻是可以改变你命运的资源 为爱情而结婚 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 爱情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寻找 林志军 殿儿 我先来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一惊一战的 林志军要结婚了 什么 你听谁说的 网上 现在就有 你打开网站 搜马来西亚清华集团 看到了吧 照片上的人是林志军吧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这人是你拉来的吧 到底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 那现在好不容易刚刚好一点 他再受刺激了怎么办 你怎么变哑巴了呀 哥雅 咱们得想办法瞒这个事 不能让安娜知道 最起码不能让她这两天上网啊 喂 安娜 刚才哥雅给我打电话了 她好像不太舒服 我在公司走不开 你能去看看她吗 她不舒服 应该会给我打电话的呀 我说的是真话 她说你忙 不信你打电话问问呗 行啊 我就打个电话问问她 是不是需要你去照顾她呀 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多 出来了 谁 мень 的 我们过去 来 先喝点水 要不你今天别去上班了 在家陪陪我吧 我呢 今天就在家伺候你了 不过呢 咱们得先量个体温 我得确定你没事了 待会儿给你熬个梨汤 降降火 反正今天我就在家照顾你了 我先进去换个衣服啊 好难受啊 不舒服啊 难受啊 来了 来了 等一下 谁啊 你好 安娜家 妈 有您的快递你先收一下 好 你好 谢谢啊 您的快递到大宝价的快递到看 你做的快递到人了 还要看我们的快递到 大宝价的画得很不舒服吗 我是有舍子的 面具 什么面具啊 明天不说玩圣洁吗 买个面具 咱们一起玩 少爷 明天举办你的婚礼 婚礼就在家族的教堂里去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醒醒 起thinking 干什么去 出去有点事 去哪儿调查 哥 我跟你一块来了 不用了 才到家看见试 你神神秘秘的 一看就不是干正事 见个朋友 是不是那个姓陆的姑娘 哥 我看你 干别的事 疯不疯和挺能的 怎么腾恋爱这么费劲呢 你懂什么 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的 那这大半夜的 你向人家去 是不是有好事啊 我不是去见陆安娜 对了 陆安娜 你们说这名我都忘了 那你不是去找她 找谁啊 另外一个朋友 男的女的 对了 那个姓葛的姑娘 我说你话怎么那么多 你再这样 我给你送回谱香去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谁啊 可能是赵平凡来了吧 我给你送回谱香 你送回谱香了 你送回谱香了 快进来吧 快进来吧 格雅 你怎么样了 我过来看看你 好点了 幸福安娜照顾了五天 既然来了 你陪陪格雅吧 我都有点困了 进去躺一会儿 你看你哪像个生病的人 装病比真病更难受 不是你来试试捂了一天热死我了 他也不知道吧 应该不知道吧 我跟他讲 路由器坏了 我偷偷地把路由器的电源给断了 他现在上不了网了 可是我看着怎么情绪有点不太对啊 他从回来就没闲着一直在照顾我 可能真的是累了吧 你说这林志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会儿要死要活的 一会儿又装命逃婚 再又让他这个妹妹过来给安娜示爱 现在竟然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这人简直是太混蛋了吧 小点声 别被他听见 这事啊 安娜早晚都得知道 咱们瞒得了意识也瞒不了意识 我就是说你这同学太不靠谱了 我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把林志军介绍给你们 我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把林志军介绍给你们 我们先过去化妆 九点五时你的父亲和岳父到达 婚礼将在十点准时开始 哥呀 哥呀 今天好一点没 什么呀 一点事都没有嘛 你就装吧你 不是 安娜 我昨天真的很不舒服 赵平凡昨天晚上几点走的呀 赵平凡 你睡了吧 他就差不多走了 那你是忙到几点钟呢 我 忙到差不多四点吧 有写东西到四点的病人吗 嗯 有写东西便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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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睛 放映天晴 倒映我和你 从前的记忆 我们的心 一只心又灵晴 多远的距离 别不怀疑 我们的心都偏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他早就牵好了牵 他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边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生再现 为一起歇 我这边就拍摇 我寻思 我给你帮他 我今天拍摇 玩什么 我要点刺激的 赶紧起来 新娘子来了吗 他们来得早 女装麻烦得多 少爷还有多少时间 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 能稍微快一点吗 好的 能稍微快一点吗 受到墙儿 尽量一下 奖紧一下 颜色 扭特 原本 轻薄 轻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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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是我 怎么还锁着门 我昨晚没睡好 刚想命一会儿 有什么事吗 装画好了 小心装画了 外面真的真是很大 来了很多记者 你要注意你的形象 还有 你的父亲跟岳父九点五十到 咱们十点开始 好 好吧 你休息一会儿 谁啊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对不起 灰烛 是我应该感谢你 我男朋友跟我说 一定要让我替他 向你鞠躬致县 太客气了 你什么时候走啊 前面我出不去 这窗户外面位置不好 有点麻烦 你要不要去我那里看看 我的窗口下面好像没有守卫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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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可以回答我两个问题吗 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回答我两个问题吧 林先生 这是大名的 第一个 这是大长的 林先生 林先生 不是 这是大长的 林先生 你们两张是什么原因的 林先生 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好吗 林先生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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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珠小姐 看见我们家少爷了 怎么了 你们家少爷不见了 他不会走远的 怎么还不开支呢 他们在后边还没有准备好吗 太忙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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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律师 林会长那边着急 怎么还不过去 会长 怎么还不开始 手里不见 不见了 你 你逃出来还顺利吗 多亏了慧珠帮忙 要不然今天真的麻烦了 真是旷世奇闻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新娘帮新郎逃婚的 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我逃婚了 灰猪也可以回到她爱人身边 哥 你给我讲讲 你到底是怎么把灰猪 拉到你这头的 其实 我也是在赌博 遇到灰猪是一种幸运吧 如果没有我们的事 我应该已经结婚了 你男朋友是英国人 他是出生在英国的华裔 我们是大学同学 是我们家庭影响的你们 因为我的家人 想让我嫁给你 灰猪 你愿意为了自己的幸福 冒险赌一把吗 怎么多 我不会像你这样 屈服命运的 我觉得结婚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这么随便的 我想要跟自己爱的人 走完这辈子 我们结盟吧 联手对抗他们 怎么对抗呀 你愿意相信我吗 只要 能让我回到爱人的身边 有了慧珠这句话 这就好办了 啊 只要是 有了 有了 是 扩 不 哥 是 有了 姐妹今天 是宝贵啊